整个二战期间卡特琳娜总共完成了271次双日出航班 搭载了648名乘客运送了超过18000公斤的邮件和货物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喜欢航车的朋友 喜欢那种可以随时随地停下来 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独享自然的美景 如果你也是飞行爱好者的话 那么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超过水上飞机 脱离了起降点的束缚 你可以像船一样到达任何水面 或者在小岛上露营一晚 或者在海里潜水捕鱼 完事后你也可以像飞机一样 当天就可以把鱼带回家 军事上水上飞机也有普通飞机无法企及的优势 比如说救援、侦查和补给 它曾经也是泛美、澳航和汉沙航空公司的 主力客机机型 但是自从二战结束 水上飞机的研发和生产也就突然停止了 残留下来的水上飞机也只有少数的爱好者收藏 不久前仅存不多的民用水上飞机制造商 Icon也宣布破产充足了 这不仅让人感到非常唏嘘 大家好,我是1K 今天我想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水上飞机这段非常特别的光辉飞行历史 它们身上独特的设计 以及为什么它们会最终不可避免地慢慢走向灭绝的原因 首先我想告诉大家两个水上飞机至今也无人可以打破的世界纪录 1941年至1942年 大日本帝国在东南亚打遍天下无敌手 将印尼、菲律宾、马来亚等地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其最靠南的地方离澳大利亚仅170公里 这让作为反法西斯联盟成员英联邦国家的澳大利亚感到非常恐惧 幸运的是 当时的日本急于将所有的海上力量投放在太平洋和美国作战 暂时没有力量吞并澳大利亚 所以说将目标设定为封锁并且孤立澳大利亚 当时最快的通信方式只有通过船来运送 而船需要几个月才能在世界的两端之间传递 所以说澳大利亚和英国的联系非常依赖飞机 日本人以为吞并新加坡后 澳大利亚的飞机就没有办法在那里加油 这意味着你澳大利亚最近的盟军军事势力范围 当时还是大赢帝国领土的斯蒂兰卡 又多增加了1800公里的航程 因此澳大利亚与反法西斯联盟的十字联系也就被切断了 但是当时居然还真的有一款飞机 不加油就可以弥补这个多出的航程 这就是PBY卡特宁纳了 这是一架由美国团结飞机公司 应1932年美国海军的海上巡逻机项目 而开发的一款军用水上飞机 卡特宁纳是全铝合金制上单翼飞机 如同大多数飞艇其机身呈船型内部有五个水密隔舱 提高了飞机的抗船能力 而为了长时间坐海上巡逻 机上有船位厨房也有食物储存舱 其机头为导航员舱 也可以加装机箱作为防卫 机身中段为机箱守舱 机身的下面是船底形状 其后人起落架在机身中段 可向上折起后收藏在机身左右两侧而降低风阻 机舍在机身上方并以一柱互相连接 在其左右两侧也有两根细枝柱连接 两侧各有一台普惠R1830风冷式发动机 左右各有一个浮筒 浮筒在起飞以后可向上折起成为异端 从而减少风阻 负责航线规划的澳航考虑到 博斯飞往克伦波的路途遥远 而且大部分时间在海面上飞行 卡特宁纳水上飞机绝对是无二的选择 即使发生故障也可以迫降等待救援 澳航经过精确的计算 发现在拆除了所有非必要的设备 增加附油箱后 还必须严格的将乘客的数量控制为三人 而且每人的体重不得超过100公斤 北趟航班的包裹重量也不能超过70公斤 只有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 卡特宁纳才可以勉强从博斯飞到克伦波 在航程的大部分时间里 飞机都处于印尼被占领区的日本临时飞机的攻击范围内 因此澳航还非常谨慎的安排了飞行时间 飞机会在凌晨从博斯起飞 天还没亮 整天就向北飞行 等到进入日本战机的打击范围的时候 正值日落 他们便能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飞行 直到第二天早上降落在斯尼兰卡的科伦波 因为卡特宁纳的时数只有每小时120节左右 飞行时间最长是28个小时 其中有一次航班还因为遇到了不利的风向 飞行时间达到了整整32小时9分钟 由于乘客会在飞行途中经历两次日出 这趟航班也被称为双日出航班 到达克伦波以后 乘客和货物将走陆路前往卡拉奇 然后搭乘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飞机 继续飞往伦敦 在整个二战期间 卡特宁纳总共完成了271次双日出航班 搭载了648名乘客 运送了超过18000公斤的邮件和货物 所有的航班都顺利完成 这也是世界上耗时最长的定期商业航班世界纪录 截止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商业航班 新加坡航空运营的新加坡至紐瓦克的航班 相比也只有仅仅18个小时而已 一说起大飞机 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 前几年在乌克兰卫国战争中被摧毁的 乌克兰的安225 事实上还有一架飞机的翼展 比它要长将近10米 相当于一整个足球场的长度 这就是著名的飞行家 霍华德秀斯的云三鹅 Hughes H4 这也是世界上使用木材最多的飞机 除了起罗架的话 它甚至比A380还要高 长度也仅次于安225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霍华德秀斯 这是一个充满了色彩的人物 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 他的父亲老霍华德秀斯 是砖碳石油使用的双锥旋转砖头的发明者 和秀斯工具公司的创判者 他所发明的砖头在石油砖碳史上有革命的意义 但是修斯的父亲在其十几岁的时候就双双故曲 他继承了父亲的大部分遗产 修斯一生曾经在很多优秀的学校就读 但是从来没有拿到过一个学位 按照正常的剧本 他的一生应该是不学无数 衣食无忧的顽固质地的标准流程 但是他偏不这样 1927年他拿着其继承者财产几成电影圈 原本并不被看好 但是他首次拍摄的几部电影就获得了商业成功 直接捧毁了奥斯卡小金人 修斯也是一名飞行员和自学神才的航空工程师 他14岁就开始学习飞行 创造了很多飞行世界纪录 在掌管修斯公司期间 他还设计并且制造了几架飞机 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修斯H1 他包括若干创新设计 如流线型机身可收放的起落架 为了减少阻力向机身嵌入的锚钉等等 影响了几乎所有二战主要参战国的战机生产商 包括美国的格鲁曼F6F地狱猫 日本三菱重工的零式战机 德国福克沃尔夫的FW190等等 1935年修斯驾驶的H1 创造了时数566公里的世界纪录 1938年他驾驶的一架洛克希德Model 14 超级伊莱科特拉创造了91小时 环球飞行的世界纪录 1939年修斯获得了环球航空公司的控制权 开始燃止民航业 1942年美国跨大西洋向英国和苏联运送军用物资 比如坦克和弹药 但是频频遭到了德国潜艇的袭击 损失非常惨重 于是很快就有人想起用水上飞机来代替货船 以完全避开潜艇的威胁 但是当时最大的水上飞机之一 波音314 Clipper 也只能携带85立方米或者1130公斤的货物 于是美国造船大亨亨利·凯撒找到了修斯 试图合作大频量生产 一种超大型半地效越洋水上运输机 因为二战期间金属资源短缺 修斯决定前所未有的采用全部结构 来制造如此大型的飞机 而这个理想最终变成了它的直念 按照射击要求 这架飞机重达180吨 由八台当时最大的活塞发动机之一的普惠 R4360提供动力 我们比较一下 同样的发动机在其他飞机上的比例 就可以看出这架飞机有多么的庞大了 它的内部有惊人的3800立方米 射击载重是130吨 相当于一次可以运送750名视频 或者两辆谢尔曼坦克了 波音三压式Clipper 在它的面前也就是一个玩具 但是这个项目遇到了很多问题 比如长达44米的单侧主翼梁 由100多层数毫米厚的薄木板 拼接粘合成了一个整体 耐久度存疑 而且一旦损坏 不像金属梁一样那么容易修复 飞机的全木结构也存在失火的问题 为此在主翼下方的肌肤处有 大量的灭火罐 灭火管道通至记忆内部和机身各处 另一方面木材会吸水增重 H4不能长时间跑在水中 因此样机的是非一再推迟 修斯对于每一个细节的精益求精 也是造成项目被一再推迟的重要原因 按照修斯和凯撒的协议 他应该在1944年11月前 就可以生产出三架这种巨型水上运输机的 但是修斯的性格注定无法容许自己加快进度 不出意外的是凯撒选择退出了 但是这个时候修斯已经陷入太深了 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钱继续开发这款飞机 随着凯撒退出的是军方对于水上飞机的需求 因为到了1944年在德国的 ENIGMA密码即被破译以后 盟居也开始使用了更现金的雷达和反潜技术 在大西洋扭转了战局 德国的U型潜艇的威胁也慢慢减弱了 所以说对这样的大飞机的需求 也不是那么急切了 直到战争结束后 修斯还是继续研究这款已经没有了市场的飞机 直到1947年 这款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飞机 才开始了第一次试飞 这次飞行H4只离开了水面10米 飞行了1.6公里 遗憾的是这也是他最后一次飞行 在这个时候世界各国已经认识到了飞机的重要性 各国都在大修机场 民航业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了 但是同时水上飞机无法在没有湖海的内陆降落 能够去的目的地要比陆寄的飞机少很多 其次陆寄的飞机随着喷气式发动机的进步越飞越快 但是水上飞机的劣势也呈现出来了 为了海上起降而设计的巨大机身 在空中阻力较大 飞行速度慢 后来随着加压机舱的发明 现在飞机飞得越来越高 其安全可靠性 飞行路上越来越多的备降机场和融合这些因素的路径规划 使得飞机在水面迫降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 同时水上飞机在海面降落 沿水对机械的腐蚀较大 极大的增加了它的维护成本和维修频率 军事上水上飞机因为低负载和低速度 已经不是反潜的最佳手段了 因为已经有了更先进的反潜巡逻机和反潜直升机来完成这个任务 最后一旦失去军事用途 它存在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目前美国军方已经完全淘汰水上飞机这个机型了 只有海岸警卫队还在使用一些民用改装机型执行搜救的任务 也只有少数的国家 比如加拿大、日本、中国和俄罗斯 依然拥有少量仍在服役的水上飞机 它们的作用也仅限于森林灭火、搜救和补给 水上飞机在民用的场景也少得可怜 这里的原因更多还是因为安全 上述的水上飞机的体型是非常巨大的 正常天气下能够在大部分的海浪高度安全起降 但是小型的民用水上飞机就需要对天气、风向、海况和波浪非常挑剔了 它并不能像广告一样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起降 普通的机场还有ATIS可以听 了解地面的状况和风力、风向 没有这个信息任意去一个陌生的水面起降 对于飞行员的数值要求也是很高的 目前只有一些特定的环境 比如偏僻的地区或者岛屿之间的联系会使用到水上飞机 总而言之 越来越好好的陆基替代品 相对较高的维护成本和越来越少的应用环境 让水上飞机这个概念逐渐成为了一个过渡产品 但是我依然非常喜欢水上飞机 因为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交通或者战斗的工具 它能够完全摆脱权力的束缚和管制的牢笼 不需要遵守严格的章程和机械式的服从 它更是象征了飞行的黄金年代 是一个代表了自由与冒险精神的符号 我尤其喜欢宫崎骏电影里面 对水上飞机和他们飞行员的描述 包括那群被小孩子折腾着手足无措的海盗们 我喜欢看他们在水天一线的蔚蓝海面 优雅的起飞和降落 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的浪漫 我觉得这才是水上飞机独特的魅力 当然我也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去学水上飞机 那么你对水上飞机是什么看法呢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最后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请一定帮我点赞转发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EK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我们下期见